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放下10年来最佳表现 尤其是游泳选手邓宇文表现亮眼 成为三金永厚 市长谢国良亲自加冕得奖的选手和教练 也宣布明年113学年将恢复办理中兴国小游泳体育班 欢迎来1 2 3 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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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全运会 基隆市代表队夺下三金二银三桶的好成绩 在游泳 橄榄球还有跆拳道品式项目 表现杰出亮眼 市长谢国良在教育处代理处长杨桂杰的陪同下 亲自加冕获奖的选手与教练 也进行现场座谈 关心基隆的体育发展 目前遇到了哪些瓶颈 有断层的现象是因为中兴国小的体育班被废掉了 所以我们一直就是没有选手的来源 我们是不是给他一个机会 就是说他如果说能够帮我们拿到奖牌 那我们这边市府这边可以帮忙安排他就业 那当然说就业不见得说一定每个人就是一定是教练 甚至我们可以安排说比如说环保局 那甚至说田径厂的就是负责人 由于体育班往往面临招生不足就宣布停班 恐将让选手的培育出现断层 因此市长宣布明年113学年度 要恢复办理中兴国小游泳体育班 当场我就宣布我们一定会调整我们的教育资源 让我们中兴国小的体育班能够在明年度 就要一定程度的逐渐恢复 因为你还是要三极致不断的训练我们的选手 将来才有机会在全运会达到好的成绩 他不会凭空出现的 刚才各位教练还有各位选手所表达的 已经我们市长都听见了 还有我们杨处长在这边 我相信在市长的政策领导之下 我们体育会也会全力来配合 我们政策上的一个导向 来跟我们体育的各位好朋友们 好同学们大家来努力 那当然有专班的话就需要有到教练 所以未来的话也希望说我们市政府这边 那当然议会这边的话 我们会大力来鼓吹 那可以呢这个聘任我们更多的专任教练 未来对于很多选手 其实也不只是说只有得到金牌的选手 应该是说对普遍的选手们的一个就业要一个辅导 那我们教育处可以用一个伪办案 委托人力资源相关的公司企业或协会 来针对体育选手的职业出入 来做一个协助专案的协助 对于基隆的选手 这可以做 这我们一定明年度就会来做 副市长邱佩玲也来到现场恭喜获奖的全运会选手 全运会期间副市长亲自到台南观赛 为基隆队加油打气 选手奋战的精神让他很感动 市府将结合所有资源来照顾并培育选手 让更多的优秀人才为基隆争光 记者黄瑞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基隆市长寿山早起会主办的第一届热活杯桌球邀请赛 在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七堵区永安里办公处相挺协办 以及身兼桌球委员会主委的市议员曾继妍指导下 热闹开打 部分双打更要求年龄合计要120岁以上才能比赛 也吸引许多热爱桌球运动的长者前来参加 提倡要健康要长寿多运动的理念 不管比赛单打还是双打 你来我往比技术也比默契好不快乐 基隆市长寿山早起会主办的第一届热活杯桌球邀请赛 在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及七堵区永安里办公处相挺协办 以及身为桌球委员会主委的市议员曾继妍指导下 热闹开打 部分双打更要求年龄合计要120岁以上才能比 也吸引许多热爱桌球运动的长者前来参加 提倡要健康要长寿多运动的理念 来帮我们争取这些机会 让我们有机会办这个活动 让大家都好高兴好高兴 所以再怎么样还是一样谢谢 发起人差 直接去 再来争议员 还有杨副议长 应该是光达是110 130 110 114岁 以及年龄都是60几岁 70几岁 热名的一些长者来 邀请他们来比赛 那感谢我们旧市议会的杨副议长 争取一些经费 让我们七五的长寿商早起会能够办这场活动 那希望说由这个桌球的活动能够促进我们长者一起走出来 走向社会走向我们的团体一起来参加所有的桌球活动 那也增进我们金融市的桌球体育生活 我们的占助单位就是我们的中邮跟台电 那今天的活动我看到这个我们长者都非常非常的开心 因为他们跟我说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个活动 所以他们是非常的乐意参加 也希望说以后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当然这个经费来源非常重要 所以非常谢谢我们这个台电还有中邮 那今天也让我们这个社区感觉更活化 那也藉由这个运动告诉大家说一定要走向户外 都采取这个社区的活动 都出来走走运动的话会让你更年轻更健康 也因为主要是吸引爱打桌球的长者来以球会友 因此比赛规则中除了第二点单打年龄性别不拘之外 第四点单打要60岁以上男女不拘 第一点双打合计年龄要110岁以上男女不拘 第三点混双则是要年龄合计115岁以上 第五点双打更要年龄合计120岁以上 男女不拘才能比 而台电鞋和发电厂以及台湾中邮基隆营业处 也赞助这场邀请赛 为热爱桌球的长者们加油打气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有百年历史的七土区马林国小 因为社会经济教育发展地处偏交的马林国小 曾经一度面临废校 幸好当年在市议员张耿辉等人 努力奔波下保留下来 近日张耿辉到马林国小会刊时 巧遇几位八九十岁 有阿祖吉的老校友回到母校散步参观 也感谢张耿辉当年的努力 保留了马林国小 请市议员张耿辉到学校会刊老旧设备改善情况 却巧遇八九十岁 有阿祖吉的好几位老校友回到马林国小散步 选日不如壮日 校长董慧平和市议员张耿辉 亲自引领老校友们到校使馆参观 亲自解说马林国小多年来的变化 和保留下来的地方文物 有百年历史的七鲁区马林国小 因为社会经济教育发展地处偏交的马林国小 多年前曾经一度面临废校 幸好当年在市议员张耿辉等人 努力奔波下保留下来 九十二岁阿祖吉的老校友参观母校后 特别感谢张耿辉当年的努力 保留了马林国小 谢谢你对我们马林国小的贡献 没来没来 因为这行本来是百年的学校 所以要把它废掉的话 当初因为招生不足嘛 面临的台校的命运 当初我在议会极力的 经过我们议会同仁一直支持 然后张市长最后也自主 然后我把它留下来 留下来现在学校的话 人数在一年级新的招生都是额满 非常棒 所以这也肯定我们学校教育的用心 然后教育处也潜力的在支持 该校的整个校务的推展 我觉得非常棒 张耿辉也非常感谢前基隆市长张通融 当年听取建言保留马林国小 如今物换心仪时代更进步 重视环保和自然教育 同时面临少子化 马林国小委外经营办学成绩显著 又因为依三棒水 类似森林小学的自然好环境 因此又吸引许多家长 让孩子们回来马林国小读书受教 记者吴俊松 过动儿常出现的症状就是过动 冲动和注意力不集中 严重的过动症会影响到学习和人际关系 基隆市卫生局为了让家长以及幼儿园老师 对过动症儿童有正确的观念 今年跟十家幼儿园举办讲座 请来临床心理师和家长老师座谈 并且呼吁家长千万不要排斥就医 因为透过亲子行为治疗或是药物辅助 大部分的过动症孩童状况都能够获得改善 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俗称过动儿 英文叫ADHD 是一种精神发展障碍 常常好发于儿童和青少年 与大脑功能失调有关 目前并没有明确的发病原因 但过动和好动一般家长很难分辨 我的小孩就比较就是有活力 就是动来动去跑来跑去 在家里就是跑来跑去 有时候就是一直找妈妈 好像不能自己坐上来 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还有有时候在学校老师也会说 他好像就是这什么都去争利的还是什么的 好像就是想老师去关注他 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想 是不是有一点点这个情况呢 他可能生活当中啊 常常会漏掉一些细节啊 或者是很容易分心啊 恍神啊 或者是他常常忘动忘息的等等的 那第二个特质呢 就是过动冲动的部分 活动量可能很大 话很多动不停 或者是呢 他比较没有耐心等待 比较冲动一点 常常别人说话还没说完 他可能就开始发问啊 或是一直举手 或是插话等等的 那这两个情况 可能在靠动的孩子上面 可能也会出现到 那但是怎么样才会需要去医院去就诊 或者是去评估呢 我们可能要看孩子 是不是在跨情境都有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他在家里也会 或是在学校也会 然后或者在外面的情况上面也都会 那第二件事情要注意的是 那这个东西呢 对他的生活有没有造成影响 比如说会不会影响到 他跟同学的人际关系啊 常常同学跟他 就会因为这样的常常有冲突 许多家长和照顾者 在遇到过动而 却不知道如何相处 往往家长过度的情绪 反而会造成孩子有更大的负面反应 我们在交代指令的时候 或是我们在讲一些原则的时候 尽量清楚 然后具体 还有简单明了 不要跟孩子讲一大串 好像在努力在跟他说道理 但是孩子可能注意力 没有办法持续那么长 所以他会抓不到 到重点是什么 所以我们只要跟他讲说 你现在不要做什么 然后跟他讲现在可以做什么 在不要的同时呢 交代他说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 这样子孩子会更加知道 可以怎么去做这样子 如果今天查理呢 是一个呢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动荡比较大 然后做一个比较专心的孩子 那他可能生活当中 常常会听到哪些话 基隆市卫生局宣导正确观念 今年和时间的幼儿园合作 举办亲子讲座 由专业的心理师和家长 幼儿园老师进行卫教宣导 除了让家长建立正确观念之外 也让幼儿园老师学习如何 和小朋友相处 基隆市卫生局邀请我们四名朋友 一起来认识这个注意力不足 过动症ADHD 我们除了用传统的方法 用单张 我们也用了比较新的媒体的方式 包括基隆Podcast 或说说心理化的Podcast 我们跟这些频道合作 教我们四名朋友 什么叫做ADHD 这可以在我们卫生局的网页上面 或我们的Facebook上面 找到这些连结 除了在新媒体上面 我们也进到幼儿园 目前至少已经进到十家幼儿园 跟家长还有老师讨论 怎么样来照顾我们这些 注意力不足过动的学童 只有我们每一个人都很了解 这些心理健康的主题 注意力不足过动的主题 我们才会知道 怎么跟我们的孩子相处 我们希望透过这些 不同的媒体方式 让我们学会认识理解 这些学童在成长的过程中 需要的帮忙 卫生局呼吁家长 不要忌讳就医 过动症如果可以及早评量 加上适当的疗愈 过动症孩子 也可以快乐学习 成就不凡人生 记者黄绍铭记永报导 针对车辆为里让行人 基隆市政府开办科技执法 11月1号正式上路 警察局争取交通部补助 在爱三路段建置第一处 科技执法设备 11月1号正式启用 只要为里让行人的车辆 会自动侦测开单 最高将处以3600元的罚还 两名学生准备过马路 但两个人已经走在斑马线上 但机车一辆接着一辆 这辆机车即使穿越路口 距离行人不到一公尺 机车驾驶 违规行驶 科技执法 全都路 我这个从影像可以看得出来 机车前旋进入斑马线的时候 距离行人不到三公尺 大概一个车道困的部分 那如果距离不够的话 就是没有停让行人 爱三路段和仁二路口 因为临近庙口东岸商圈 先穿越密集 加上车流量大 根据统计 仁一路和仁二路 在111年造势路口 分居第一位和第六位 总计发生48件交通事故 造成69人受伤 机轮市从今年的1月20号开始 执行行人友善政策 那统计执行到目前 总共取缔大概有5000件的 车不停让行人的违规 那因为这个耗费的人力相当的大 因此我们目前 则我们机轮市区比较 人潮比较多的地方 这个仁一爱三路口 以及仁二爱三路口 我们向教育部来申请补助金费 设施这个车不停让行人的科技执法 科技执法采取违规录影方式 自动侦测开阀 不仅能减少远景站在路口 执行的危险性 举发方式也不受到气候影响 因为之前采人工难停的部分 可能跟驾驶人有一些争议性会存在 那现在透过科技执法的部分 采用这个摄影机来做全面性的修正 所以说我们初步 如果说这个电脑修正完之后 我们会有审核人员初步做一个审核 那如果违规明确 我们才会做举发 那如果民众对于举发 如果有意义的话 我们就可以将这个现场财政的 相关的影像来提供给民众做一个复试访 提醒驾驶人行经科技执法路段 见到行人过马路 务必慢看停 避免跟自己的荷包过不去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10月2号起 65岁以上可以接种流感肺炎练球菌 以及COVID-19三种疫苗 请记得攜带健保卡身份证 COVID-19疫苗接种卡 肺炎练球菌接种证明 到时候医生将会评估 可以接种的疫苗及种类 如果无法在第一次完成所有的疫苗接种 也会协助预约下一次接种的时间哦 都给妈妈做 妈 妈 我去送货 是不是去银行教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 你是说 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哦 你教的爱诚实纳税啊 用这个啦 收到缴款书后 下载行动支付 和电子支付APP 掃描QRQ 就能马上缴纳 还有信用卡 ATM转账等多元缴纳管道 都可以算得哦 很方便耶 多元缴纳不卡关 一路身上安心GO 此云寺药室佛店历经两年策划开光启用 药室佛大殿内设有神佛尊相 碧笃 木科解王的辉红庄严 不少信徒专程前来点药室佛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自一次药室佛店参拜 感受发洗 吉隆市区污水下水道施工开始咯 下水道工程施工 会在道路进行开挖时设交管及围设为理 工程陆续将暗月分区分段施工 部分车道会缩减 部分停车格会取消 请市民多注意 为了卫生和健康 请大家体谅多包含哦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慈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基隆民防总队守望相助大队 进行教育跟演练 这一次是由安乐区主办 因此选择在建德国小的礼堂举行 各区队伍齐聚一堂 场面相当壮观 玉田等两队守望相助队 中正中队 画面上是由基隆民防总队 守望相助大队江世良大队长 陪同市长谢国良 进行教育教育仪式 全市的守望相助大队成员士气高昂 精神饱满地接受市长教育 同时也展现出基隆邻里之间浓浓的人情味 用行动来为家乡的治安而努力 今天呢在不畏天气的情况下 跟大家一起来举办今天的 守望相助队的一个观摩会 非常感谢各位选手队员好伙伴 过去长久这段时间 对于李林治安的贡献 以预防犯罪为目的 我想这一阵子以来 大家的辛苦 其实都是市民朋友都看得见 我们守望相助队 一直是我们地方治安一股 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协助我们地方的治安维护 让萧小不敢靠近 不遗余力 所以我想今天非常的荣幸 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参与 这一次担任演练状况的是安乐区 负责的守望相助安乐中队长 郑林清良表示 他们演练的状况 都是区里经常遇到的问题 非常实用 我原来今天我们守望相助队 他们在平常的时候 所遇到的情形 所以他们今天就演练 他们各队所遇到的情况 像五福里 因为它是产业道路上面 有步道窃盗罪 所以说这些巡守队 如何的来寻拿这些 这个犯罪人 然后三民里所表演的是 精神病患 家中有精神病患的 里里面有精神病患的时候 他们会受到很多的困扰 守望相助队碰到的时候 都互相的协助他们 然后报警来通知 然后还有一对就是 各队的大家所表演的状况 都非常的精彩 都是他本身 在里里面所遇到的状况 来演练出来 基隆市警局方面 透过这个场合 也提醒所有的社区民众 一定要提高警觉 不要贪一时的小便宜 被假讯息诈骗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为了凝聚同乡情谊 基隆市云林同乡会 特别在基隆港海产楼 举行会员大会 邀及基隆的云林乡亲 进行联谊互动 增加相亲之间的感情 打炸基隆队 罗罗罗罗 画面上是基隆云林 同乡会的会员大会 基隆市警察局局长张树德 特别带领多位出身云林的 警戒优秀同仁 组成打炸基隆队 到现场宣导防诈骗 像我们基隆昨天有一个女生 被骗500多万 所以我们只要有机会 就做换这一碗宣导 所以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所以也拜托大家要提高警觉 不要这个听信不明的讯息 如果有的话 一定要查证 然后打165 打115 警方一定给你指导 另外会员大会上的 另一个焦点人物 是基隆市政府交通处长 王震宏 他也是杰出的云林子弟 来到基隆为市民服务 这次也特别出席 支持云林同乡会 获得全场的掌声 基隆市长谢国良也特别出席云林同乡会会员大会 向会员致意与祝福 期盼基隆和云林 未来有更多交流互动 我们基隆其实也有很多优秀的云林同乡 像我身旁这位王震宏处长 就是一位优秀的云林同乡 那这个我们会继续的加强跟云林县政府 各式各样的交流跟合作 那云林县的几位县府的同仁 都是我的好朋友 未来我们会加强双方的一个联系 跟做更多的交流跟辅助 在云林以前是比较善良的关系 大家都会里外打拼 就像我们云林也出了一个署长 王明昭叔叔 照辈分我也是要叫他叔叔 今天也有很多他们都会来参加我们的大会 我们今天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有发奖学金 也一种是鼓励优秀的学生 然后也有敬老金 像我们今天有一个蛮高寿的一个阿嬷 她是民国十二年生的 已经是一百岁了 真的也是很不容易 我不知道她今天会不会来现场 然后甚至在离岛的金门 也有云林同乡会 这代表了我们云林人出国要怕病的那种任性 而且大家团结在一起 成立这个同乡会 就是要互相的帮助 互相扶持 照顾六世 会场上贵宾云集 除了基隆市议员吴华嘉 延后广里长 立委蔡适应秘书等人 还包括各县市的云林同乡会领袖 齐聚一堂 彰显云林人出外团结打拼 无论身在何处 都会互相关照的同乡情谊 并且继续传承给下一代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佛光山极乐寺举行 浦门品总回向 继小小观音装扮秀 亲子发挥创意 变装走秀蒙翻全场 另外也及众人修持达 七万部浦门品 以及诸品经文 祈愿国泰民安 牵手观音 释迦牟尼佛 杨柳观音 佛光山极乐寺办理的 小观音装扮秀活动 吸引了56位小朋友参加 年龄最小的是2岁 今天把小朋友装扮成地藏王菩萨 妈妈是说地藏王菩萨 对对对 然后还今天参加这个活动 非常开心 如果当我妹妹装扮 依赖的那个菩萨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 很乐乐很可爱 小朋友好天真哦 今天很开心 喜乐式 然后办那个小菩萨的活动 这样子 开心吗 开心 开心 再加上的精心巧手装扮下 小朋友们展现出智慧与慈悲 极乐式同时还发起了 大众颂词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活动 在光辉十月 祈愿国泰民安 人民安热 极乐式在今年发起 普门品的修持活动 会向世界和平 国泰民安 那灾难捐助 大家能够平安吉祥之外 还有小观音的一个装扮活动 那透过这个活动 我们希望能够信仰传承 让信徒的第二代 第三代 都有机会来佛门里面 认识佛法 那尤其观世音菩萨 代表的就是慈悲 希望人人都是观世音菩萨 人人心中都有慈悲 所以幸运大师说 人人行三好 世界会更美好 那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呼吁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落实三好 说好话 做好事 存好心 让这个社会能够安定 人心能够净化 世界可以和平 走秀还有票选活动 不管是造型多元 还是动作纯真 都让参与民众发喜充满 期待人人行三好 四给 国泰民安 人民幸福安乐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等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 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 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 星期一 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 随手关灯要贯彻 星期三 衣物日晒自然杆 星期四 定期保养勤擦室 星期五 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 节电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 节电天天是好日 就是它 把它处理掉 电费杀手 帮我处理啊 show case 首先 我发现你的冷气 开得太冷了 刚才的绿网标固定清醒 电视音机 洗衣机等等 电池用品没在用 而且还插头 随手关电灯 这些小动作 不会省下不少电费 老这电炮换了LED 省电 省钱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厉害啊